大家好,我是大头,欢迎来到我家的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外面焦脆里边软糯的福州小吃 芋头糕 这里是我们需要的材料 主角是大芋头,也就是槟榔芋 所需芋头的重量是去皮以后的重量 去皮以后将芋头切成片,然后再切成细条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干粉都放在一个盆子里 搅拌均匀以后,加入水,搅拌成糊状 粉浆中不再有粉块以后,加入油,搅拌均匀 最后加入切好的芋条 芋头粉浆需要先加热成为固体状态才可以蒸制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口没有油的锅加热粉浆 用中火加热,一边加热一边搅动 这样坚持搅动十来分钟 粉浆就会变成像土豆泥一样的状态 切记不要用大火 接下来我们需要先在蒸制芋头糕的容器中 烧上一层油,防止粘连 将芋泥倒入以后,尽量压紧去掉里边的气泡 最后用刮刀将表面刮平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芋头糕用大火蒸制20分钟 蒸好的芋头糕,用筷子插入,不会有粘连 芋头糕需要等到完全冷却以后再切块 一般传统是切为三角形 芋头糕可以直接食用 当然炸一下或者煎一下会更加的好吃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直接炸厚一点的三角块 或者从中间分开成为两个薄一点的三角片 或者三角块炸出来更有质感 薄一点的会比较酥脆 炸至芋头糕用中火就可以了 油热以后将芋头块放入 根据厚度炸两到三分钟 变成金黄色就可以捞出了 炸的时候颜色不用炸的太深 因为它的余热会将它变得金黄 这次的福州小吃芋头糕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试一试哦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分享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